水餃 水餃 這是水餃 一顆顆放進去 總共15顆水餃 為了避免它黏鍋先把它抵破一貨 讓水餃不要沉在固定的位置 這樣就比較不會黏鍋 我們把袋子蓋起來讓它盡速的加熱 待會大家看結果 現在看到的是煮水餃的過程 我們要把底先撈一撈 讓它不要黏鍋 可以切掉一塊煮好了 等一下20秒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那 我們可以發覺一些事情就是 水餃煮完之後會涂在熱水的上面 代表它裡面已經包含了湯汁 好 現在我們用這個碗 勺子來撈水餃 水撻一下 稍微再撈水 水滴一下 好 哇,是把它關掉 這就是煮好的水餃 耶